限制一来克拉克 都冒三环神之一 别号鸟王玩鸟拿 事实上玩限制的都知道鸟才是限制的本体 限制是个强度和人气都非常高的角色 那么该如何玩好限制呢 第一 了解技能机制 第二 练习回头限制 第三 掌握基本意识 第四 把握好限制和辅助的思路 第五 嗯? 第五人名 气候 part 1 基础机制了解 随身携带困困 你干嘛 随身携带一鸟 初始使用次数为一次 开局会离剩一段时间巡视队友 在鸟回来过后可以拖着技能 选择队友可以观察队友 获得队友视野 再次点击技能 可以让鸟附身队友 在此期间可以抵挡一次伤害 这次伤害可以是普攻 也可以是任何0.5血 或者一刀斩的伤害 总之除了真实伤害 如微强坍塌和热纳伤害以外 都可以抵挡 当然鸟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 鸟的持续时间为8秒 如果一鸟成功抵挡监管的普攻 监管突然有擦刀 但如果鸟保护队友抵挡监管的伤害 则会减少30%的擦刀时间 保护自己则无此效果 监管依旧是正常的插头时间 限制无法替换道具 但是可以通过视角内存在监管者 获取一定道具进度 当进度满一次过后 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使用机会 最高同时有5次使用机会 特质二 先知开局可以获得监管5秒轮廓 后续再次看到监管 可以继续获得5秒轮廓 最后是一个负面效果 坤坤每次地脑伤坏 都会给先知上10%的交互减速 最高跌至50% part 2 技能机制深度讲解 首先是先知最重要的主动技能 保抵一次几乎无任何前提 给队友上蹲的机会 监管如果直接普攻 则会拉开深矩 措施拿到机会 如果不打 则是8秒类似只割的转点时间 8秒的时间 足够求生者转入安全领位 并卡好交互点 在第5人格这个游戏中 监管这险要赢 就需要做到快速祭祷 而先知这样不影响总体修机进度 就可以拖延尽管祭祷时间的角色 尽管削弱了很多次 但无疑人士天然的存在 鸟在救人的时候 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由鸟再尝试的首饰屠夫 都基本可以救下 先知作为一个辅助尾 更多的是一些意识上的知识 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一个优势的先知 叫鸟应该具有哪些意识 一 核实观察队友以信号为主 大多数时候有限制的队局 队友都会主动发我需要帮助 或者跟着我的信号来要鸟 大多时候我们不需要主动去看队友 一 是会拖延消去节奏 二 是结束观察后鸟会有20码的CD 如果这个时候队友需要鸟的话 我们给不出队友就会 所以 观察信号交鸟就是玩好先知的第一个意识 当然 有些时候队友会专注牵制而忘记有鸟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发出快捷消息 展示到处数鸟提醒队友 你 有 二 知道何时应该主动观察队友 可能多数玩家会觉得 限制只是个给鸟的吉祥物 只需要看队友信号给鸟就行了 但事实上 我们限制玩家在消息的时候 脑子里讲的都是 这队友怎么还不发信号 这鸟怎么还给不出去啊 这队友不会要死了吧 终于 等一下等 千等万等 等来了队友的消息 激动的心 颤抖的时候 消瘦一花 哎呀 让他自己伤害了 因此 有些时候为了保证队友的安全 我们也需要主动去看队友 最常的情况就是队友 一队下来椅子够后 我们可以提前去盯一下队友 给队友二队空间 三 给鸟的方法 对于单排 我们看队友一定不要瞄给鸟 特别是针对帮帮着的多刀屠夫 根是如此 尽量反应尽管出刀 让队友成功吃到擦刀的时间 拉开更远的距离 当然 如果怕来不及反应 我们也可以提前给 比起吃刀给鸟 能稳定给队友争取18秒的转点时间 也是不错 但是多刀屠夫 千万不要瞄给 鸟非常容易飞掉 特别努力帮忙雕刻 事实上 给鸟也比较靠反应 不算简单活 需要大家多多练习 当然 如果是开黑的话 直接听队友安排即可 此外 先知配合医生以及调酒师 可以保证稳定回血 属于一套不错的策略打法 接着咱来讲一下 先知的透视机制 虽然现在有取血 屠夫的出生位置 大概可以知道 但是关于尽管选角 以及开局走向 先知这个天赋 依旧可以发挥出 不错的作用 特别是在四黑交流中 尤其重要 对于怒人对局中 我们也要有根据 不同监管类型 发快捷消息提醒 队友的意识 如生意型屠夫 我们开局需要发出 叶酒宝心和亚马旧等消息 说实上 夫人这种安杀性屠夫 我们就需要发快走 对于其他内心 走定型屠夫 我们只需要发 专心播异即可 part 3 牵制思路 首先 其作为一个辅助位 自身牵制水平有限 虽说 理论无上限 但是带两飞天的 也不在少数 来 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因此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 安全的领位 防止撑位扑破口 开局 利用特势 温下屠夫 如果是否有追我们的意图 如果有 那我们就提前拉点牵制 当整本靠近过后 我们就需要在 常规牵制的层面上 多一步回头看 大家对回头牵制的掌握程度 很大程度上 就决定了牵制的牵制上限 外的好的牵制 在应用上演的过后 基本上就能吸收第二质量 因此 为了方便吸量 牵制可以在一些 视野双方的版区 进行版区博弈牵制 在牵制的同时 还能吸量 低矮的地形 不仅方便吸量 而且一定于观察 尖方值的走向 提高博弈容错率 在适合的实际较料 能躺到最好 躺不到也可以 利用8秒时间转顶 当然 为不得的双坛 那我们还是以大点为主 想吸量量 在牵制时间和稳定程度 都远高于飞轮限制 飞轮限制 在博弈环境的容错率 会高于双坛限制 新鸟游戏得更快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熟绵度 在地图 联合选择天赋 他则是 辅助以及救人思路 辅助方面在皮尔 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下 救人方面 和三刀姐相似 牵制在防满界能力上 也有扛两刀的能力 铁银能力 在有了的情况下 还是不错的 但是和三刀姐不同的是 有了的牵制 可以直接套两无牢扯 基本上可以保证 稳定救下人 不过确定就是队友没有二六 总的来说 先知并不适合做一个二就位 尤其是大多时候 先知救人的时候 鸟基本上已经没了 没鸟的先知 救人还是老老实实 早点贴椅子吧 帕头五 天赋推荐 大天赋方面 双坛大心脏 或者飞轮大心脏 都可以 关于这两种天赋 在千志部分 已经详细地给大家分享过了 现在我们来详细讲一下 小天赋方面 乙坛假妹是非常实用的 基本上百分百能用到的小天赋 非常适合大多数玩家 我们可以考虑点上距离 先知本身前知 还是需要一定博弈基础的 距离不仅提高博力受力 而且能够多犀鸟 好 以上就是本期先知教学的全部内容 再来